作到82人确诊新冠肺炎 其中黄大仙东头村贵东楼新增两宗确诊 当局要求传动居民强制检测 也都建议2315室对上的15室单位住户撤离到检疫中心 日前已有多宗确诊个案的黄大仙东头村贵东楼新增两宗确诊 累计涉及6个单位合共9个确诊者 当中一半单位都是在15室 包括新增的一个确诊者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连同房屋署和环保署人员等等 下午到场视察之后 说3个15号室的单位分别是位于23、24和29楼 最部相信是因为23楼的单位 最先有4个属于日出康城地盘群组的人士确诊 病毒量过高 洗澡的时候厕所抽气线将含病毒的空气抽到室外再往上升 加上24楼单位厨房有开抽油烟机 所以将部分含病毒的空气带入单位里面 当你抽开抽油烟机的时候 那个厨房就会有一个负压 于是窗口因为跟下面的单位的厕所 是非常之近的 就会将下面那些汽溶胶 我们所谓有病毒那些微粒 就抽回到屋里面 以致2415的单位里面的住客就受到感染了 经过糞便渠的时候会经过通气喉上到屋顶 大家知道通气喉上到屋顶 它上去那部分真的很短 在屋顶那部分 于是当北风一吹的时候 它就有个扰流效应 落到2915的单位 当局说通气喉距离屋顶不够一米 没有违规 相关部门会研究怎样更进 袁国勇就建议 若知道大厦有确诊者 住顶楼有近通气喉的单位 应该散场 如果你真的开抽油烟机的时候 如果你的厨房窗口 是跟下一个单位的厕所 是很近的厕所窗口很近的时候 你必须要关掉厨房的窗 开先正好开抽油烟机 他建议2315室对上同坐向的6个单位 撤离去到检疫中心 而对下的单位就做检测 至于剩下3个有人确诊的单位 分别是位于21楼和19楼 21楼两个单位的确诊者 和其他确诊个案有关 而19楼的确诊者 就是星期日初步确诊 零实秀莫平日间活动中心 企宿社的工作人员 袁国勇建议 同19楼确诊单位 同坐向的上下两层单位 先做检测 母先烈士记者陈嘉欣报道